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我这个金额只是刚开始了 以后还会更多了 那个不光是 中国大陆去协助埃及盖那个新开罗 500亿 是 就是500亿元 对 所以以后一定更多了 而且我还看到报导有指出 说可能还会追加到近一兆 你讲的是台币 很厉害 我现在讲的是美元 好好来来来 我觉得这个意大利这个研究员 他显然是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国防电信 哪一位 第一个 这里 国防 那请问跟中国买东风21 美国有本来就很有意见 无人机也很有意见 那中国还要把那个 双歇脚的那个无人机的生产线 要整个计转给沙迪 这个美国都没有意见 那沙迪阿拉伯现在还要谈 歼20C的那个隐形战斗机 这个美国都没有意见 我看他可能不太了解状况吧 那另外一个就是电信 沙迪阿拉伯已经跟阿里云合作云端 而且他也要5G建设也是要用华为 对 这个美国都没有意见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核能基本上只要不涉及核武 那本来核电本来就没什么 核电本来就是允许的项目 那我认为沙迪阿拉伯 当然未来有可能会发展核电厂 可是因为它的石油实在太多了 所以目前还真的是考虑不到 那核弹头的话 坦白说啦 你说东风21没有核弹头 这个也没有人相信 可是基本上是在中国的操作下 它并不是交给阿方操作 所以这个我相信美方也是知道的啦 不过第二个部分 这个CSIS这个 说美国跟沙迪阿拉伯的亲近的程度 那远远超过中国 这一点我觉得是对的 这个讲的是政治 就是因为美国跟沙迪的皇室交往 已经70年了 从二次大战之后到现在 我们且不要讲那个宾拉登家族 跟布希是什么关系啊 宾拉登是沙迪阿拉伯 高速公路都是这个家族盖的 那他跟布希家族就非常熟啊 所以布希一开始还不相信 那个宾拉登就是这个宾拉登 同一个家族 那你再去看那个川普的女婿 那个女婿跟沙特的关系嘛 他们就是一起投资房地产嘛 所以这种关系我坦白说 美国确实要比沙特阿拉伯的皇室 这种私人商业关系 是远超过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不允许这种行为嘛 除非你是未来中国可能会有 个别的资本家啦 跟他们发展关系 可是广义讲那都不是政商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那个就是摆明的就是政商 就是布希家族 然后是川普的家族 那直接就跟沙特的皇室 维持非常亲密的关系 然后当然还有别的啦 比如说我们本来就知道 沙特有那个最会投资的那位王子嘛 他是怎么去投资美国的花旗银行 是 基本上美国的主流股票我敢说啦 大概都有5%到10%都跟中东的主权基金 还有沙特的皇室有关啦 因为他们钱太多了 所以当然要找某一个形式来保存嘛 那这个部分当然跟中国还远远还没有开始 对 可是我们只能够说 这个就是历史遗留的东西嘛 那你就这一点来讲 对 你就这一点来讲 当然中方还跟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啦 就是政治的人脉啦 还有情质的合作关系啦 还有对美国股票 还有他的金融界的投资啦 还有不动产的投资啦 这个距离还相当远啦 可是我们再隔10年再来看吧 对啊 就是说过去是沙奥地跟阿拉伯 沙奥地阿拉伯跟美国嘛 有很多的投资 对 有很多的合作 甚至还有包括军事的合作 可是沙奥地阿拉伯跟中国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未来嘛 我跟你讲一个概念啦 这种这么大规模的大外交 这个影响的都是地缘政治的板块运动 对 板块运动要衡量至少要10年 是 所以我们10年以后再来看 那个时候 疫情如果还在主持 我就再来参加 他的用语是这样 因为这个有主权争议 就是伊朗跟阿联酋 他说 双方领导人 这双方指的是海和会跟习近平 支持一切和平的努力 包括阿联酋 根据国际法准则进行双边谈判 和平解决三岛问题的倡议和努力 那根据国际法理来解决该问题 基本上是这样啦 因为我坦白说啦 就伊朗长期就是不理阿联酋嘛 那阿联酋就认为这个有主权争议 所以他就说他愿意根据 国际法的和平原则 大家来好好谈 那伊朗根本就不理他啦 你听我意思 是 这个就有点类似 比如说韩国认为这个独岛是他的 然后日本就说 我认为是主岛啦 我要跟你好好谈一谈 那结果你知道近来面讲说 我们这个呼吁日本跟韩国好好谈一谈 那这样韩国当然就不理 不高兴了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所以呢 那个习近平也特别派了胡春华去伊朗 是啊 就是要沟通这件事 我觉得中国不可能站边啦 中国只是觉得说 这个就是主权争议嘛 对 那可是伊朗就是比较 伊朗的人口八千万嘛 他根本没有把阿联酋放在眼里 我说实在话 所以伊朗就根本不理他嘛 所以伊朗就说这就是我的啊 有什么好讲的 是 那阿联酋就长期一直这个诉求嘛 说这三个岛的主权争议 我们要好好谈一谈这样 我举个数字让你参考一下啦 2009年中国就超过美国 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 那美国在2008年啊 非洲的贸易额是1420亿 2021剩下641亿 一直降一直降 那中国2021跟中国的贸易额 中国跟非洲的贸易额是2540 640对2540四分之一 是 所以你美国 怎么比嘛 你美国就开放市场嘛 那非洲的农产品可以卖进来嘛 你愿意吗 是 这个就是最现实的因素嘛 是 那更不要讲投资了啦 你美国有 可以去帮人家修电力设施吗 水利站 电信 铺公路 铺铁路 盖桥铺路 是啊 对 这个太现实了啦 对啊 所以与其开这个峰会 不如就直接把 刚刚讲的那些效果 我不知道这个 一千个非洲官员去美国 那个机票是不是美国付的 那可能就请人家来那边旅游一下 他不是只有去中国大陆啦 他还要去韩国跟日本 是 所以我认为 他大概 当然是要敲布林肯可以谈的议题 因为至少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在今天是强调 就是说这只要是针对在这一次的 巴厘岛中美的元首峰会之后 那么后续的安排的进度 当然 那当然就是布林肯因为1月要去嘛 对嘛 所以大家要先接触一下嘛 那他跟中国接触啊 还要去接触韩国跟日本嘛 那就意味着他也要听韩国跟日本的意见 是 我不认为布林肯会有重大突破啦 他能够就 佩洛西来台 中国所取消或暂停的那八项 来做部分的处理就不错了啦 对 那所谓的重大的突破 会是指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暂停沟通管道那三个可能会恢复嘛 那个都是军方的啦 那其他我觉得 就看中国要不要给美国面子啦 比如说这个芬太尼的问题啊 就反毒的问题要不要跟美国恢复合作 是 那还有气候变化嘛 因为他跟拜登有讲到这个议题啦 就是气候变化 可是我认为实质性的会相当有限 基本没有 不是Apple我说实在啦 它有点像是比较大的联谊会啦 所以都是在那个场合你 见个别的领袖啦 是 那你如果跟某些国家有特别的问题就趁那个场合大家接触一下 那他通常做的决议 约束力也没有那么强嘛 所以 大部分都还是被区域性的多边的FDA给取代掉了 因为现在WTO不能运作嘛 所以比如说你就亚洲的组织来讲 那远远没有比如说RCEP CBTPP 或者是亚洲银行亚投行 这种单位来得有效啦 对啊 所以就是 就是大家见个面吧 就这样 表达他的 目前美国民主党有百分之七十不希望拜登连任 所以 不知道啦 不过基本上如果真的不希望他连任 大概到了2023年的下半年 人选就会浮出来了 是是是 赢过川普 川普61 这个 这个 我给你讲 叶伦 事实上他们在讲那个通膨会降低 这个要设标准 到底要降到多少以下才叫做 他们认为已经降到警戒值嘛 事实上联准会设的警戒值是4% 那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你 你随便想都认为不太可能 比如说除非你经济大萧条 所以就是用另外一个糟糕来救这个糟糕嘛 那目前看起来经济急速落地的机会也不大 所以 甚至比如说我今天看那个Jim Rogers 因为他是专门研究商品的 对 他认为通膨远远还没结束 他认为未来还有再往上的趋势 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太乐观了啦 比如说现在我看那个原油又涨到70左右 是 所以你说它会一直下降 我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所以因为如果说中国它解封 那就会增加需求嘛 那通膨应该是加速才对啊 对啊 对不对 就需求量又增加了嘛 不是吗 是是 我认为中国解封之后经济一定会快速 而且搞不好明年有机会冲到五都有可能 因为大家已经受制太久了 是是 所以我觉得一定会有报复性消费 那基本上就是信心的问题啦 对 就是如果政府不带头 带头一点消费的信心 投资的信心 对 那中国的储蓄还是居高不下 大家不愿意把钱拿出来 是 这个包括买股票 也包括投资 也包括消费 所以中国大陆也有人在讨论说 是不是针对特定人群 给消费券嘛 是 因为它全面发太可怕了 人太多了 对 所以你是不是设定 比如说多少所得以下的 是 你给它消费券 比较弱势的阶层 对对对对 这种idea已经开始有人提了啦 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要有政府带动的信心 是是 不然大家那个钱就是不敢花嘛 对 或者不敢投资嘛 是啊 我认为美国跟中国情况是一样 因为大家都不看好明年的经济嘛 所以你就会保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月轮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啦 所以因为大家保守嘛 那消费也变少 投资也变少 那当然就会衰退啊 所以通膨当然就会降低啊 是啊 它的逻辑可能是这样 中国是对自己内部有信心啦 是 可是国际谁能有把握呢 因为欧洲摆明就是没救嘛 那欧洲是中国第二大市场 是 所以一定有联动的啦 对 因为你一定有很多厂商是做欧洲订单嘛 那就明显在减量嘛 是 那另外比如说3C产品 目前非常明显就是到第一季是看不到的 是 都在等第二季 这要怪你笨啊 被人家撤入啊 哈 本来就这样啊 这个每个社会都有了现况啊 不然你看你有没有急难救助的 社会救助的预算 去补助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啊 就是都会有一些急难救助 这个竟平应该比我了解啦 这个都是地方政府的钱啦 是 不然这个东西当然也有道德风险啦 因为有可能是自己干的啦 嗯哼 可是 这个就是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欠道啊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对这个 但是我们的流程 就不如来